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大靳 走啊 一定得出门 师兄啊 你们几个听见没有 把这帽子戴好了 快去去 你俩先到会儿去 大靳 我问你 关大脑的那个导火索 是不是你剪断的 盖 你凭什么呀 你说干嘛地呀 你凭什么跟我捣乱 说什么说 官嫂 我交代你的事情 为什么迟迟没有搬到 是吧 先生 您说的是贺国勇那本什么玉铺 如果你搞到那门玉铺 我会重重有赏 再去 这件事情确实有一定难度 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那就抓紧时间去办 还请放心 我保证全力以赴 好 我说二位 爷 今天晚上 怀喜之班 咱们三个人跟着打瓦架 三打一 仙儿得赢 然后拳他 爷 那怀喜也是麻眺桌上一把好手 是啊 你们啥呀 你们啥呀 忘了 玩力的 挖个坑 让自己往里跳 好 明白了 一万 三万 三条 跟得够紧啊 懵不住 三饼活了 三饼活了 来来来来 好手 姐姐 好手 这人要是姓哪 攒不住 不剃钱 坐坐坐 二爷接着坐 好 三饼 又是三饼 胡梁八三饼了 开玩儿了你们 玩儿了 给你给你 来 来 胡了 快点快点 没机会儿 刹刹我 让它把它抽下 然后那拥 下一堵 来 陈总 一天大洋 三天内 保准还你 来来来 吃着 陈总 有事说事 要说呀 还真没什么大事 就是呢 时光今天找我 说你父亲手里边有一本书 是雕刻玉石方面 叫什么玉璞 时光说 要是能把这本书搞到手 他有重山 你们直接管老爷子要不就行了 时光找了你爹好几次 他都没答应 有这事 等我回家问问他 你别这么着啊 要是老爷子知道咱们背地里 合计他那本书 这事不就砸了吗 那你说怎么办 想辙呀 既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 同时又把这本书搞到手了 我合计着 我那一千块现代洋啊 我就不要了 这 这 这事就怎么办行不 但是 一切都在秘密当中进行 来 这就是我听说的玉璞 还有这种事 我跟你爹都说过半辈子了 可从来没听他说过什么玉璞啊 玉璞啊 是关于玉石雕刻的一本书 我说你爹整天晚上鬼鬼祟祟的去密室 我还以为他去看咱们家珍藏的几件玉器去了 娘 玉璞可比那些宝贝之前多了 这么重要 好 那既然是这样 我得把它搞到手 我可不能让时期和白牡丹拿了去 玉璞 这么着 你现在听本团座指挥 娘听你的 谁 老爷 是我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人家心烦呢 这不没事在院里逛啊 看到这屋里边亮着灯 我就进来看看呢 我去歇着吧 好 来 娘 你找我 娘没事不能找你吗 啥事啊神神秘秘的 娘真看见那本叫玉璞的书了 那你怎么没把它拿来呀 急什么呀 娘这次不得手 早晚我给你拿过来 早晚我给你拿过来 老爷 书搜的游先生来了 是啊 有请 游先生 请 老爷 游先生来了 游先生 欢迎欢迎 我们又见面了 好 请倒下 老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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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您再去苏州 直到你爱听平坦 现在又来了些名角 可惜呀 现在是日本人统治 哪儿都去不了 有 游先生 这兵黄马乱的 你怎么亲自跑到学院来了 还不是想尽点 你们贺家的御价吗 哎呀 哎呀 事不相瞒哪 自打这日本人来了以后啊 干这行呢 人心都散了 这浴器的产量也下降了 重要的是 日本人也能走了不少 而且还规定 这浴室还不能往外晕 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爹 爹 孝敬您的 我见过游先生 游先生 游先生好 这二少爷怎么干上航武来 秀延县自卫团副团长 贺怀琪 何大哥 何大哥 知道你的难处 但是 你总不能叫着我 空着手回去吧 还真热 真热 你怎能有万一 你卖我几块 何莫你的原始也行啊 我也不忘此行啊 游先生 这何莫玉 现在都是日本人在空着着 我真是无能为力 还请你见谅啊 这样吧 你先休息一下 晚上我为你接风 有什么事情 饭桌上我们再聊 你可这样好吗 也好 管家 去带游先生休息 游先生 请跟我来 晚上见 好 爹 爹 钱是不是好东西 嗯 您老人家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吗 我也喜欢他 钱多了不有手 你什么意思啊 爹 他要喝莫玉 你给他整几块不就完了吗 喝了 没喝 你现在买秀妍线 你上哪儿去搞喝莫玉去 咱家不有点有点实料吗 咱们家那几块合莫玉 那是镇宅之宝 那给多少钱也不能为 镇啥 爹爷 你拿钱在这儿镇着 那多实惠啊 你给拿石头镇啥呀 爹 镇 镇这儿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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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去 爹 别跟去 道行通道报应 我笑笑人家 爹 来 来 来 你好 周长爷 坐 大叔 喝上了 我给你也弄点 我吃过了 华姐 玉府的事怎么着 我只能告诉你 正在进行中 你急也没用 团作 有一笔赚钱的大买卖 不知道 你想不想做 有这好事 你们老爷子能拉下 他不做 或者说他不能做 你怎么做 所以啊 我才想到了你 什么事啊 苏州来了个大客户 享用一大批的恨物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 这事 可以往下聊 邮先生请 好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苏州来的邮先生 这位是我们自卫团的团长 关守德先生 关团长您好 您好 您好您好 请坐 好 坐 邮先生 你的情况呢 怀疾得跟我说了 说实在的 现在搞和墨玉难不难 真难 但是呢 我们也合计了 鉴于 邮先生的诚意 我们怎么也不能让 邮先生空手而归呀 这样吧 只要你们能搞来货 价格上 我可以再加一点 好 那既然这样 那就请邮先生 静等加音吧 好 这个 关先生真是爽快之人 那好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来 邮先生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家父知道 这样吧 我先去奉天 办点事情 然后再回来 那我先送送邮先生 好 好 好 再回 再来 邮先生请 船座 来 快点 我得感谢你呀 给咱们俩带来这么大一笔买卖 团队 中国人往往把生意跟朋友混作一堂 生意 归生意 两码事 你放心 事成之后 咱们哥俩二一天作物 好了 那可照会儿 还好 Ой 我是惹蚜天 但我哭了 还好 让我给我 我再帮你 íamos到家 amo 王老爺 史莱 来来来来 您找我 坐坐坐坐 坐 坐 酒我都给你倒上了 官爷 您今儿又找我来 什么事啊 史莱啊 想不想赚大钱 官爷 您想您这话说的 这赚大钱的事谁不想干呀 行 想赚大钱呢 以后再跟着官叔干 还想回贺家不是 我跟你说 自从你把贺老爷的 给骗了以后 给那个皇帝 移宋什么的遇袭 你就甭想在贺家分上 贺老爷的什么人 他什么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这贺老爷的也是啊 你说 你说给溥仪送哪门的玉玺啊 是吧 现在谁厉害 那还不是日本人 那溥仪算什么 在日本人面前 跟三孙那是吧 张大帅怎么样 不听话 不听话 结果他人 还不跟炸炸的一样 对对对 说远了 说远了 来 去吧 石莱 没别的 我的意思是 你要是跟着我干 将来肯定会有大作为 滚叔 就是您让我上这儿来 您 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这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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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 就是用你的技术 对这个玉石吧 咱们 咱们争点代价功 不是 我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行了 我 我也不管用摸件了 就是 就是咱们 咱们做点价 造假 滚叔 这事行吗 现在有人要 大批的要 所以咱们就造点假的东西 您老看着我干什么呀 行不行 给个同学会儿 滚叔 滚叔 这事儿吧 您容我再 再歇斯歇斯 成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明天早上 尝不尝 告诉你什么 来 来 喝酒 这几个孩子都没回来啊 都没回来 你说这几个孩子真是的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的抓不着个人影 想跟他们说说话 都没机会 爹 娘 三姨娘 贝琪啊 是我没吃呢 我坐在一起吃吧 他有什么东西 贝琪啊 前几天我碰上陈掌柜的了 他对跟咱们家的这门婚事啊 非常的满意 他跟我说找个日子 把你跟他儿子的婚事定下来 你还 选什么日子呀 谁说要嫁给陈老五儿子了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给我选那婆家我不同意 贝琪啊 你就听你爹的吧 你爹不是为你好吗 爹 现在都民国了 您说别的事 我都可以答应您 唯独这事不行 为什么 他腿短屁股大呀 腿短屁股大 他手艺好啊 让我嫁给他也行 那我就死给你们看 贝琪 这 这孩子 时 时 时 来 作坊有人找 找你呢 爱琪 你找我呀 你上哪儿去了 我没上哪儿去啊 我没上哪儿去啊 过来 喝酒了 那个 关的脑袋请客 关的脑袋请你的客 为什么呀 他想让我 让他点干净 你同意了 你小点事 我没同意 这还差不多 时蓝 我跟你说啊 爹今天跟我说了 要把我许给陈老虎的儿子 要把我许给陈老虎的儿子 这不都抄着过好几回了吗 可这回不一样 过两天就要定亲了 过 过两天 这 这可咋办哪 是 时蓝 我想好了 咱们俩干脆跑吧 跑 不 咱俩能跑哪儿去啊 跑到哪儿不行啊 我就不相信了 那离开这个家 咱俩还不能混合饭吃 能说话呀 这事你就容我再寻思寻思 你还寻思什么呀 你别闻闻唧唧的 行吧 这事你放心吧 我想办法 等会 有让人看见 看见 看见 咋样 咱俩 想好了没有 我知道你心里边有个老猪妖子 但是实来我告诉你 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伯爷 我就是怕我师父他知道 你怕他干嘛 他能咋的 现在的贺国勇 那不是过去的贺国勇啊 东街一跺脚 袭击地烂颤 现在跺脚烂颤的是我关守德 那咱可得说好了 我就干这一次 干完我就走 还有什么条件都说出来 还有就是 分成就按咱上次说好的办 但是您得先给我一半 行 行 那就干 那就干 小姐 实来呢 实来呢 实来走了 走了 他去哪儿了 没说 只说过几天就回来 小姐 我们干活去了 小姐 我们走了 走 老 老爷 谁来的 谁来 走 走了 上哪儿了 不 不知道 好像是出远门了吗 他摔被摔还回不回来了 也 也没 没说 说呀 这个兔崽子 来的事都不吃 孙总就吃 老爷 生气伤肝得悠着点 老爷子不就一个普通育工吗 你大不了顺利气 让他走就走吧 你懂什么 从这育工加倍起 也不是实来一个人 是吗 爹 他实来不就是咱们家 小小的育工吗 有那么重要吗 他要这么那么重要 您能下那么狠手 肯定是生气跑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住呢 那你给他打跑了吗 这篇设计划 你一定要帮我寄到英国 好 拜托了 你一定要帮我寄到英国 放心吧 我亲自去趟大连 直接把他又寄到英国世界地理杂志 谢谢 本来这件事应该我自己去办 可是现在东北的邮政都被你们日本人控制了 你自己去办和交给我去办还不都是一样的 你就放心好了 好 梅子 你知道吗 我这篇论文里写了 东北的狱 和东北的狱文化形成 我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可以说是独注一掷 如果它要是发表了 我相信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真的 那太好了 快 试试我做的 好 好吃吗 嗯 好 要知道 在我们日本 你孩子要是不会烧菜的话 很会嫁不出去的 我以后嫁给你 我要学习一艘中国菜 好 来 好 来 梅子 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要去一趟大连啊 去大连 去大连看什么 我要去给世奇邮寄 地址考察报告 我看看 世奇说 这是考察玉石的论文 要拿到英国的 世界地理杂志去发表 你把它交给我吧 这两天我们诸事会社的人 要去大连的顽铁总部 让他们直接寄到英国 又快如方的 真的 那太好了 走 回家 怀奇啊 这半个月都过去了 你这河门玉能不能搞来 如果搞不来 我就不等了 立马打道回复 对 打道回复 这官团做也是 这做生意 一定要讲究童所无欺 你不能像拉风箱一样 今天有 明天没有 明天有 今天有的 你这么着 游先生 我明天就帮你落实这件事 许木行给个通话话 行 你放心吧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告辞 慢走 游先生 让啊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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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河门玉 到现在连个影都没有 那游先生可要回南方了 你 你别见着 回去啊 我这儿正给他弄着合摩玉呢 你才跟他好好解释解释 我解释不了 他要走就让他走好了 别这样 这说话合摩玉就到了 团队 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咱俩可是合伙人 你不会连我都蒙吧 你看 行 既然这样我也就不满名了 那你呀就跟我走一走 走 走 这边水烧开了吗 烧开点 行 一会儿啊 把那边弄好的石头 也都包在羊皮里头 好了 包好了拿过来 好 来 把翘子过来 来 把那石头搁进来 那块儿 那块儿也搁进来 把它填上 来 什么石来 什么梦到底行不行啊 你放心吧 我这么干过 听我的没错 来 别忙 忙活了半天 别白忙活了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这是 你们要愿意干就一块儿干 要不愿意挣着钱呀 就都给我滚蛋 石来 郭叔 二少爷 你们这是在造蒋合蒙玉呢吧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 我们这也是在做一种实验 郭希 你可别忘了 这里还有你的好处 关门 是二少爷呀 我是二少爷 你怎么每天晚上 回来才这么晚呢 你是司令吗 我什么时候回来 还得跟你汇报一声吗 老爷早已有事 在房间等着你呢 你说他不好好陪着白牡丹 没事老找我干嘛 关门 爹 你啊 我爹呢 爹 爹 这大半夜的咱能不玩聊斋吗 玩风神榜 你还知道回家呀 爹 我这自卫团榜 我真把不开拓 我真把不开拓 我想好了 把这事批拖了 别再自卫团干了 回家干着正经行事 爹 我这不是给咱家撑门面吗 我说现在也不干 那不敬爱人家欺负我 撑什么门面哪 你没提到现在全现在人都骂你们自卫团哪 这小孩把你们自卫团都编成顺口溜了 你知道吗 说你们自卫团是自卫团像群狗 跨了个货枪满街走 关大脑袋是个球 摇头晃脑像个熊 说喝下老二像个猴 上蹿下跳没有头 见着土匪撒腿跑 欺负百姓跌发愁 你听见没有把我都编进去了 老爷 你啥时候看咱家怀琪欺负过别人哪 那从小到大都是别人欺负他的 怀琪啊 听娘的啊不敢 闭嘴 把这屁边了 不要跟这管子脑袋干了 跟他干没有好下去 爹 你慢走啊 儿子 听你爹的啊 枪子不上眼睛 万一缺不过少腿的 到时候娘咋活呀 对 听我爹的 闭嘴 贺怀琴 又让咱爹给搂了吧 习惯了 三天咱爹要不搂我一次 我觉得浑身痒痒 搂就搂吧 谁让他管我叫 谁 谁让我管他叫爹呢 你说我可真佩服你 你都成滚刀肉了 别吹 有灰 就咱家老爷子 别说我 咱娘 谁敢跟他玩硬的呀 玩不玩横的我是不知道 可这老挨爹搂的人 我是知道 哥 我不跟你闹了 问你个事 时来去哪儿了 这时来去哪儿 能不告诉你呀 那他要是告诉我 我还问你干什么呀 他这次突然就走了 我感觉好像躲着我似的 哥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时来到底去哪儿了 你就放心吧 那时来有手有脚的 那么大个人 虽然是笨了点 但不傻 你丢不了 放心吧 上哪儿去啊 哥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就不让你走 行 那咱俩就在这儿站一宿 站一宿就站一宿 我又没有事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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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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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 侧而过来 真的 我告诉你啊 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 打死都不能说啊 还好 谢谢 来 干门的 时来呢 哪儿的呀 你管得着吗 问你呢 时来呢 我给他 好花叹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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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跑着了 谁呀 看我一顿跑杂的 跃他 tongues 没事 没事 没事拉脾气 脾气 我 施兰 你说你这一声不响了 你就走了 我多担心你啊 裴喜 我都知道 跟你说这事 我跟你们谁说 我恐怕都干不了了 我没想别的 我就想 趁这个活多挣点钱 以后咱们好能用 你也不想一想 你干的是什么事啊 你造假合谋玉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再说了 这真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裴喜 你看 宋玉喜 那事也让我给办砸了 我在你们家 现在我连头都抬不起来 所以我其实就是想 趁着这事能多挣点钱 你放心吧 佩琪 只要这活一完了 我把钱一拿到手 我马上就回贺福 你爹打我骂我 我都忍了 我不图别的 就图咱俩能在一块 是啊 石岚 你快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回去吧 你别在这儿干了 你现在回去 跟我爹承认个错误 我爹也许就原谅你了 佩琪 可你看这活 现在都干成这样的 眼瞅着又要完了 我这时候走 那不就走一前功尽弃了吗 石岚 你看你这样啊 弄得跟小鬼似的 我看了心疼 北极 你听我跟你说 这样 等我拿到钱 我马上就回去 他们再找我干 什么会儿我都不去了 放心吧 世奇哥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赔个不是 要不这样 你也揍我一顿 出出去 你想炸死关的脑袋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把自己搭在里边 你娘怎么办 家里怎么办 关的脑袋能够这么嚣张 如果没有日本人给他撑腰 他敢骂 世奇哥 你说得对 我想了 我再也不能猫在 那矿井底下 让这帮王不但欺负 男子汉大丈夫 顶天立地 我决定找邓铁梅 找黄先生 投意勇军报这个仇 好 兄弟 依我之见 你不离开绣炎 也能抗日 在这儿 在这儿怎么抗日啊 来 你看看 火车也有啥可抗 最近老是有日本的军列 从这儿入国 咱们应该想办法炸他一辆 你说 世奇哥 你不是在那什么日本什么社里 干活的吗 咋又跟我说这个呀 你到底是干啥的 是 反正 你知道我不是汉奸就行了 你说得也对 你说多了我也不明白 反正我信你 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 иш伽 一切 广阴流转人 匆忙 冷却繁华的 芬芳 五下金 浩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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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问无声的泪在为谁留下 谁踏上沉默的脚 回忆笑